整好機開閘 整家酒好過 人人擋一擋一兩冬 三個 昨天也三個夠嗎? 劈劈劈劈 亂劈劈一陣 最後沒有人死 去到救婚 講完本書 收堂 說人啊 今天講 說完了 這個長 有些短 有些短 但分開很難說 分開一次過講完算鬼數 可能長一點 說人 喜馬拉雅山是全世界最神秘的山脈 在1921年以來 就不斷有登山探險家 在探上去挑戰自己極限 或者探險這個很著名的山 就算前腹後計 都要照攻上喜馬拉雅山的主峰 珠穆朗馬峰的山頂 在一片人跡刊誌的神秘險地之中 暗藏了很多 尚未明確的謎團 有一個人叫葉提 是喜馬拉雅山附近的地區的狀人 對於當地出沒的某種神秘動物稱呼 事實上當地人曾經被這一種 令到他們傳說中的生物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例如有仁雄又有叫野人又有叫雪人 其中比較常提到的使用名就是雅田 即是藏語所說 住在岩石地帶的雄所演變而來 在傳說當地已經流傳了很久 不過一直到19世紀末 近代探險家團隊才真正目擊到他們的存在 在1883年知名的英國自然學家布萊恩 丘頓霍吉森在尼泊爾探險那一陣 接著他的當地嚮導 曾經目擊到全身披著無法的詭異動物 不過當時哈吉森認為是一隻紅毛猩猩 到了1921年 英國探險家查爾斯 霍華貝瑞 首度帶領探險隊去到攀登珠木朗馬峰 他只不過是開創了登山界前無古人的一個偉大創舉 亦帶了令生物界學者 以至全世界的人都為之震驚的神秘動物情報 在海拔六千四百公尺那裡 發現了一個巨大灰狼的腳印 不過說他是狼 其實更像是人類赤腳所走的樓底足跡 一起同行的雪巴人 就告訴他 這些是雪中野人所留下的腳印 到了1925年 英國王家地理學會的地理陷冊隊 其中一個希列攝影師 湯巴茲 記錄了他在喜馬拉雅山上 海拔四千六百公尺那裡 目擊到一個疑似人類的身影 赤裸地在雪中走 他們之後還採下這個奇怪身影所留下的腳印 這個腳印類似人類 但是比人類大些 可以確定是某一種以兩隻腳走的走動的生物所留下 這個發現震驚了學界 在這個東西之後 這種疑似棲色在冰天雪地的奇特生物 就不斷受到神秘物種學家所研究和討論 在這個之後 直到二十一世紀 依然不斷有人宣稱在喜馬拉雅山區 發現到雪人出活的證據 譬如腳印毛髮甚至頭皮 不過其中大部份的證據 在經過分析之後 幾乎被認為是造假或者誤判 譬如在1953年 著名的登山探戀家 艾德門希拉尼著士 曾經沉獲號稱是雪人的頭皮 後來被證明其實這些是喜馬拉雅 聶寧等的毛皮 即是那些很羊的東西 聶寧想說的是 過去甚至曾經有一段影片 其中有類似雪人的生物在雪中行走 一度引起很多討論 後來被證明又是一場騙局 針對過去一些可信的目的情報 學家在這一次 試圖提出一些合理的解釋 譬如說 他們可能是原本棲息於在較低海拔柱的圓猴 或者是喜馬拉雅中熊 而早年雪人的目擊者之一 也不覺得自己看見什麼奇怪的動物 反而覺得可能是一個旅行中的隱士 除了喜歡挑戰自我的登山探戀家之外 幾乎沒有人會到這些地方 或者這個地方 真是一個可以遠離煩囂 離開人群的好選擇 這本書就是講了這麼多 好了 講完了 明天那個是什麼鬼 夢圖黑怪物 不知道是什麼 沒有圖 我搜尋一下 我不知道是什麼 好了 收錄一下 看下9點繼續 拖匪塵 什麼鬼 看完我忘記了 Google做圖的時候 不知道是什麼 看完我忘記了 不知道是什麼動物 看完 那邊繼續 拖匪塵 到最後進來聽故事 到最後進去 拜拜 現在有590個Follow 看看什麼時候有600個 600個 派了多少 我忘記了派了多少 CFight的時候好像有說過 現場派了多少 夠600個 我講一百來一次 我忘記了 一百來一次 明天9點繼續 收台 BYE